首先先歡迎我們今天與會的所有來賓 我想這個為了謹慎起見 因為我們邀請的貴賓很多 這個有陸續到現場 這個避免遺漏 所以容我用一點時間來這個報告 今天與會的貴賓 首先是我們台南地檢署 我們的檢察長張文正 張檢察長 歡迎 再來是我們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我們的分署長林正宏 林芬署長 歡迎 這個還有 對不起 還有我們 財團法人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我們南區分會 我們的劉聰仁主委 歡迎 歡迎 另外有 我們律師公會的代表 我們的吳建安 吳律師 以及我們律師公會全聯會 我們的副理事長 李孟哲 李律師 以及我們陳秀豐律師 還有我們財團法人法律輔助基金會 我們卓直密 歡迎卓律師 另外有這個 我們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我們的陳楓年陳教授 我們另外這個 我們台灣地檢署今天 這個最早到的這個許華偉 許華偉 許檢察官 以及我們 以及我們今天這個 這個演講的這個 這個演講人我們陳竹軍 陳竹軍 陳檢察官 首先這個先跟 今天的與會貴賓報告 今天正好是實質我們的這個 議會開議期間 那今天本來 市長要親自 立臨現場 那特別有交代這個 這個副市長 這個前來 那剛剛副市長也特別 有交代我說 他今天早上代表市長 去參加三場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重要會議 那所以呢 最後就由我來開場 那我想這個今天 我們我們的議題很多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這個座談會 其實是跟我們檢察署這邊合作 那這個今天上午我們提到兩個部分 一個是人口販運的議題 那另外這個下半場 我們是食安的議題 那這個跟 這個市長的這個 這個 執政的信念裡頭 這個 青年行政以人為本的這個基本精神是非常溫和 那剛剛我們在 在這個 會前 我們這些貴賓到現場的時候 透過我們張檢察長才知道說 這個我們 陳檢察官 跟他的先生其實都 非常有這個實務經驗 對於我們人口販運的這個 這個實務經驗 那 剛剛還有一個小故事 就是我們張檢察長說 本來是由 由另外一位檢察官 也就是他的先生 那這個 他的這個 這個 這個實務的績效 是我們全國第一 所以也就代表我們中華民國 前去法國 來做這個研討 所以今天 由另外一個優秀的檢察官 我們陳檢察官來這邊談我們人口販運 那另外 這個實安的部分 非常高興 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張檢察長 我們剛剛在分享0206 這個地震的時候呢 這個檢察署如何的 跟我們的公務單位 跟我們的行政單位 跟法制單位如何的配合 那其實很重要的這個 食品安全的這個部分 也是跟 跟這個 以人為本的精神有關 也就是說 過去在這個 尤其是我們今天 討論到的這個 食安議題 往這個抽象危險犯 往抽象危險犯的方向去 那今天我們的主講人 也特別從抽象危險犯去做分析 那這個 我們 我們 我們從 從檢察署的實務經驗 從這個 舉證責任啊 舉證責任分配等等 實務上有如何的運作 我們的這個 這個 上午的下半場 就可以去看到 那今天下午 其實我們也是 跟這個 我們 我們0206的 這個 這個地震有關的 那也特別 邀請了我們的 這個 這個 陳大的許登科教授 來對這個 我們的 工程 這個工程的第三方認證 去做 那 簡單講 就是說 不管我們從最後一場的人權公約 還是我們倒數第二場的這個第三方認證 還是我們今天第一場的人口販運 我們在在的是圍繞在這個 這個 這個 以人為本的主題上面 那所以呢 我們也希望 這個 除了歡迎大家來參與我們法治處一年一度 的這個 這個法治與人權的座談之外 也希望我們今天所提供的這個市場 不管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演講 專題演講也好 還是這個 這個論文報告也罷 那這個部分呢 我相信 能夠在我們的實務 或者我們的操作 上面能夠有所注意 那再一次的 代表市長 歡迎我們今天所有的余會貴賓 也歡迎我們所有 今天來聆聽的同仁 也預祝今天我們的大會能夠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